这个男人也太好了 一顿晚饭就要吃掉99块牛排 和时平82年的红酒 接着他点燃一根古巴雪茄悠然地享受起来 而几小时前被现弹枪打出的伤口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愈合 吃饱喝足后 奥利巴也答应了山田警长 自己会出手抓捕剩下的三名死去 两人乘坐着四人飞机连夜前往了东京 但是在办正事之前奥利巴决定先去会议会老朋友 在和山田警长告别后 奥利巴就消失在两人的视野之中 而另一边 被绑架的烧姜只穿着简单的衣物 但是希克尔劝鸟多不扭太野 因为这一切都是犯马永次郎出的主 真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 可这等了半天任牙还是没到 希克尔多少有点坐不住了 其实也没必要飞地和软角虾任牙对干 不如先拿你这个地表最强生物恋恋手 永次郎微微一笑 两人强大的杀气另一旁的烧姜瑟瑟发抖 但希克尔还是冷静了下来 并表示对勇次郎没兴趣 可下一秒他就一脚踢向勇次郎 希克尔彻底愤怒了 他挥起剃刀般的拳头就像永次郎公群 可结果却被一只大手捏住了手腕 没想到奥利巴竟出现在这里 随后奥利巴像另一只小鸡一样 将希克尔丢了出去 眼看着就要掉下去摔死 希克尔连忙急杀稳住身心 初次见面奥利巴恐怖的力量让希克尔震惊不如 但他也变得更加心疼 能同时挑战地表最强的两个男人机会可不多 可就在这时 房间的大门被一脚踹开 看到女友穿成这样 任牙彻底绷不住 任牙抡起拳头向希克尔砸去 一拳就将毛子身后的防弹玻璃震碎 暴怒之下的任牙实在太可怕 根本不是希克尔能够应付的 任牙猛的一脚将希克尔踢出了窗外 从这么高调下去肯定要被摔成肉泥 看到任牙成长得如此迅速 奥利巴也不禁感叹 可奥利巴的好意 任牙却丝毫不领情 他猛的一拳直击奥利巴的腹 奥利巴被打得双脚腾空 可任牙的攻击并未停止 他一拳打在奥利巴的下巴上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凶猛的一击却对奥利巴丝毫不起作用 可还未等任牙反应过来 从18层楼掉下去的希克尔竟出现在他身后 任牙反手就是一击迅速拉开室位 任牙不知道希克尔究竟是怎么上来的 希克尔微微一笑 对于能够徒手盘爬内壁光滑挡弹发射警的他来说 酒店的外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如履平地 在用手指疯狂摩擦墙壁 希克尔再次向任牙发起攻击 眼看着自己的攻击都被任牙挡下 希克尔使出阴招 扔出一把玻璃茶子遮挡任牙的视线 趁此机会希克尔将图丁扎进了任牙的手掌 然后双脚猛的一蹬踢中任牙的面围 将他踹飞数十米远 起身后的任牙还想反击 就在这时山田警长带着警员赶到了现场 眼看对方人多是种 希克尔直接从窗户跳了下去 你们说任牙会就这样放过希克尔吗